澳门过去两天共有36例确诊 19号开始48小时内全澳门厂制核酸检测 检测采取网上线预约 所以排队时间都在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 有民众就选择午夜时段去检测 20号开始乘坐公车要出示绿色健康码 有工作人员举牌提醒民众 虽然不方便 但普遍认同这安排 251天本地零确诊破功 澳门政府随时宣布进入直实预防状态 出现多人确诊的列为红码风控区 只进不出而且园区多次核酸 政府富裕全民如非必要减少外出 赌场暂时没有场置停业 香港方面新一届政府已经组成 北京领导人七一会否防港还没公布 但主要官员及出席活动嘉宾 本周开始要点对点必还管理 活动前一天还要住饭店隔离 领导人防港全员出动的反恐特勤队 却在此敏感时刻共有23人确诊 这部门共有139人分三组工作及训练 确诊者都在统一组别 以上是组香港记者李锦华的报道